一开机Sumbra 3 Pro的画面就是这样子 你就可以去选择你要的国家 你要华语就放华语 你要英文就放英文 还有很多个语言的 现在我放华语 按了华语按OK一下 然后下来下一步 按OK 再来下一步 然后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 这一个就是配对我们蓝牙麦克风 蓝牙遥控 OK跟住这个电视机的画面 两个拇指 两个拇指 按住这一个加减 OK两个拇指按住 按住按到这个圆圈这里会出现SVI 有没有看到出现了SVI 你直接按下来下一步 再来这边不用去理它 再按下一步 再来下一步 再完成 OK完成了过后 等待 OK 这一个画面出来 你必须要去连接你家里的Wi-Fi OK连接你家里的Wi-Fi先 OK现在我就连接我家里的Wi-Fi 你们回到家里连接你家里的Wi-Fi 连接5G Wi-Fi 如果没有5G就连接2.4 我现在连接我的Wi-Fi先 连接了Wi-Fi 对不对 这个Keyboard对不对 你按一下返回键 这一个返回的键 按一下给它收下来 收了下来 你再来这里 连接按OK 等它已连接 OK 已连接了 对不对 直接按遥控 遥控啊 按钮 的号码 按 898989 就是6个号码 898989 它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你再来安装全部 按这个Home键啊 按推出 按了推出 对不对 你再按6868 OK 按6868 4个号码 按了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你再来安装全部 按OK一下 等它这里全部走到完 OK 走到完先 它下载很快的 一下子它就走完了的 只需要一两分钟的时间罢了 朋友们有没有看到我的画面这里 有写住已安装 所以每一个软件的左上角 都要出现已安装 OK 你一定要等到它全部安装完毕先 OK 看到吗 YouTube已经好了 这一个也好了 来还有这些 OK 等这些看到吗 已安装 已安装 还有几个 好来又好了一个 再来还有这三个 对不对 OK 还有两个 等它安装完毕先 再来还有最后一个了 OK 全部看到吗 全部已经出现清色 已安装 对不对 你直接现在这样子按 Home button 出来一样 按这个Home button OK 按出来 按了出来 你去喜爱 这个喜爱 OK 按喜爱 OK一下 这个再按OK一下 把S Cinema按一下 然后再来按回这个空格 再按OK 再去S China 按OK一下 这样子所有东西 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它自己会去分配 电视就是Malaysia Live 看直播 OK 影视就是看YouTube Luca VOD Malaysia VOD 这个是马来人看的 简单就是这样子安装好了